冰城医院实习医生坠楼案的内部调查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 卫生部长凯里强调他已经赋予特工队高度自由行使调查权利 这意味着特工队有权向卫生部旗下任何部门的职员 包括住院医生询问任何跟案情有关的问题 所有部门都必须配合调查 我已经指导了所有公团队的公团队 凯里今天在吉隆坡出席世界笑传日活动后 回应记者追问调查进展时重申 她将会继续秉持不干预查案 放手让特工队彻查霸凌疑云的来龙去脉 她也促请各界提供特工队充裕的空间办事 以便在两个月内向卫生部提交详尽的调查报告 еров人判写电宾